所有候选人都应该对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问题 要坦率的去讨论去面对 因此他要参选 他就要拿出他的方法来 他将来选上以后 他对哪些问题有什么主张 就比如我刚才提两个问题 我参选以后 为了将来要台湾独立 我们必须要把台湾这个地方保住 那好 那我们就应该恢复征兵制 是 征兵 征兵 然后我们应该要恢复军事审判 是 大家拿出来 假设你的主张 说我们认为军队再强 武器再多 我们就追求和平不是最好吗 干嘛一定要两岸彼此的那个用战争来面对呢 所以做大卫的人 你比如说 你说我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因为大陆也说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陆也说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大家来和平协商 什么两制的台湾两制方案 两制台湾方案 比如这些 那么这也可以讲清楚 那选民呢 就觉得两岸之间应该和平相处 那我就把票投给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没错 对不对 就哪刚才讲的 我们来看 美国假设你期待美国 你就每年都要付很多的保护费 是 购买武器的要训练的费用 每年可能有几千亿台币 对不对 好 那么对日本对韩国 跟我们假设去比一下的话 韩国过去都是美国供应的 是川普现在要他骄傲 以前的都是美国给的 那武器的话 也是配备在他那边 帮他去维护 日本琉球基地 那美国人付钱的 不是说人家付钱 然后他去 那为什么对台湾要特别呢 因为台湾的很容易被骗嘛 为什么被骗呢 因为哎呀 你看到时候我们美国会来了 是 到时候假设美国不来 对啊 不来怎么办 过去二十年保护费 全部白付 是 对不对 这些问题我们要不要去讨论呢 是 那好 那今天假设你要选大位的人 你说我们要选上以后 要跟美国谈 是 第一 你过去卖给我们的武器 对 太贵了 对 应该要降低价格 是 至少 你我上来 第一年 我要你降 百分之二十 是 那个百分之二十不少 一降就五百亿了 主席 我认为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敢讲这个话 不 我举例嘛 就是说 我今天假设 我们新党派人的话 真的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 这个果防预算的比例 对 我们绝对会再跟你买 那你这样的态度 人家更巧你了 那这会给你打折扣吗 不会啊 但是为什么他对韩国 他对日本 那跟过去跟我们不一样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今天假如推人出来 做大位的人 是 是要为后代负责 所以第一 比如我说了 一旦当家 我们要跟美国谈判 对 这个军费啊 太高了 武器价格 我先不管它是二手货 对 我先管这个价格 一定要往下上 那一下子 有百分之二十 就将近两千五百亿 百分之二十就五百亿了 是 一下子我就可以替我们人民 省下五百亿 那么等到第二年开始 跟美国说了 我们买这些武器 有什么用呢 那是不是 我们慢慢减少 跟你武器的那个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两岸的关键 是在和平